去那边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笔直的 我们俩没可能的 不会啊 我觉得 有可能了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不会被你变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没问题啊 你 其实我是女的 你怎么没反应啊 你不好奇吗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 去你家那天 其实呢 你演示得非常好 但你知不知道破绽在哪儿 我打个比方啊 我是个男的对不对 但是在我的房间里 就算有些瓶瓶罐罐 有些垃圾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但是你收拾得太干净了 是不是 而且你还放了一把新的挂不懂 总而言之呢 今天就算是我跟梁锦鱼 两个人要去你家玩 你收拾房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没有必要 连日用品都换新的吧 除非这些都是障眼法 你 梁锦鱼不会也知道了吧 他哪有那么聪明 你放心了 我会帮你保密的 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 我呢是说 我在知道你是女生之前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 要威胁你的意思啊 只是 至少可以给我一个 追求你的机会啊 是不是 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是是吗 谁啊 该不会是那个杨瀚吧 杨瀚这个家伙 我只能用这个派对 你就是啊 你走路上 我让你走路上 你走路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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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路上 我走路上 你走路上 你走路上 不如让三弟为您道歉 他他他他 唐晨人呐 唐晨呐 不是人哪拍丢了呢 当然 我在这儿呢 我肚子疼 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我怎么感觉你在躲林皓一样 躲 躲他 躲他干什么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所以才问你 没什么 我就是 刚刚没演好 不像 那你那么着急回来休息是干吗 平时不都喜欢在外面转吗 我平时也没那样吧 那你跟林皓一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你别乱猜了 你的表演都是我教的 还想跟我演 真没什么 你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吗 可是你的反应 怎么那么像 林皓一跟你告白过一样 这么紧张 没有的事 没有告白吗 你该不会答应了吧 我怎么可能 我 难怪今天林皓一看到我的反应快怪 你别添乱啊 我上次无理取闹的人吗 嗯 发什么程度 我像发肘的样子 像 我说 我问你了 我是个无理取闹的人吗 为什么在唐密的心里 我是那样的形象 她说你无理取闹 嗯 而且林皓一那个臭小子跟她告白 她竟然不告诉你 林皓一跟她告白 那她知道唐密是女生了 好问题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唐密怎么会觉得 我是个无理取闹的人 可能最近这一台的人比较多吧 什么意思 对 去唐密家 等一下 先去便利点 看来要下点猛药了 来啦 唐密在吗 嗯 唐密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伤了你啊 就来了 我们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立少松呢 不知道 要不你去吃饭上躺一会儿吧 不 我要去你房间里躺一会儿 好 你小心点啊 嗯 怎么喝这么多啊 来 小心点啊 慢 慢点 嗯 有点好 mij 你也尝一小心点 就是因为我就是 现在吃饭了 你还有什么药药呢